第一本我想分享的手像就是這本香港人的手像 我用的寶就是Muji的點點寶 三十多元而已 封面我簡單的貼了一個貼紙 還有寫了Journal of Hong Kong 我會將一些在香港發生的大事 用一種比較序史式的角度去把它記錄下來 主要都是一些拼貼的報章 或者一些文宣 我就選擇了用最簡單的方式去記錄之前半年發生的事 上面有一個月曆 然後下面這個列表就會把那一日發生的事寫下去 我也知道一定寫不完 不過我會選一些比較重點的事件去寫下去 之後的空白頁就會用來做一些事件拼貼 例如元旦大遊行 我會將元旦大遊行這些圖片印出來 然後做一個拼貼 當我印了2019年6月至12月 再畫了2020年1月至12月的這些月份 和這些列表之後 我就覺得非常痛苦 印到我簡直是有點頭暈了 於是我就發現原來這些沒有什麼顏色 比較工整 要數格仔的這些習慣 是會很影響我寫手像的那個心情的 這個時候我就開始明白 為什麼我去年寫Bullet Journal寫得那麼辛苦 所以我就決定 我今年自己的Bullet Journal 就不會用那麼多這種要數格仔的方式 那就說一下今年我自己的Bullet Journal 會有什麼頁面 因為時間有關係 我就決定 首先自己畫好了 然後再用分享的方式給大家看 如果我要在鏡頭下面一邊畫一邊說 那我就會覺得很大壓力 甚至我會想不到我究竟想要一個怎樣的頁面 反而如果我沒有了鏡頭 我可以自由一點 這樣我就會想到我想要一個怎樣的頁面 那一如以往都是有一個Content Page 那這次我就知道這本寶有240頁 所以我就一開始寫了1至240 然後再用一個highlight的方式去畫 去畫那一頁是什麼 然後我就寫了這個Fision Board 這次Fision Board 就不會再只是得高和Value 那我就會用一些圖片去說一下 我想記錄下關於我自己的一些信念 還有一些鼓勵我去繼續去實踐一些 我想做的東西的一些Quotes 那最主要呢 今年我暫時想到的就是 bring out the best in people 我很想去找到每一個人 他裡面最好的一面 另外我也貼了一些 在Papers Lover Book裡面 找出來的一些 我覺得符合我的 聖情的一些貼紙 貼上去的 另外我也留了一些空間 如果之後還有一些目標想加上去的話 都可以隨便加 去年那個年齡畫完之後真的覺得很漂亮的 但是呢其實我真的一眼都沒有再回去那一頁看 究竟幾月幾日 在哪一天 那所以今年呢為了省時間的關係呢 我就沒有畫到那一頁了 反而呢有些每個月的tracker呢 我就把它變成了一年的tracker 例如是發夢的tracker 那呢我經常都會發夢的 我跟大家說過的 那所以呢我就畫了這個dream的tracker 那我很想記得哪一天我會去發夢 至於呢夢境的詳細紀錄呢 就會在另一本的圖裡去紀錄的 那我講過啦我好不喜歡畫格仔嘛 那所以呢我就決定呢 用點點簿裡面本身的點點去做一個grid啦 以至呢我就可以省略了畫格仔這個步驟啦 只要我confirm這個空間呢是有31格呢 那我就可以立刻畫下去啦 那另外呢我都會繼續track我的mood啦 那呢跟之前一樣呢都是會用顏色去分辨那些不同的心情啦 那也是可以隨便再加上去的 然後呢就有 繼續有book list和movie list啦 那也是一樣啦 我不想那麼整齊 12345那樣 那所以我就用了這些印章呢 隨便地在一些空間那裡 整了一些粒粒啦 那這些不同的幾何圖案呢 就可以成為那個bullet point啦 那之後呢我就弄了一個video production的紀錄啦 主要呢都是很想看回呢 究竟呢我會出到幾多片啦 還有出了些什麼片這樣的 那所以呢我今年真的很想 滴起心肝好好地地經營我的youtube channel的 那呢我就畫了一些月份的線啦 然後呢就其實呢很隨意 如果呢那一天有拍到片啦 那我就會把那條片的名字呢寫下去的 然後呢還有這一本achievements啦 那我就很想記得一些 其實今年我覺得自己 好像呢幾有成就感的事情喔 可能呢有時候是一些很小的事來的 例如可能是我出了WhatsApp stickers 那我覺得是一個 對我自己來說很有成就感的事情 那我都可以寫下去啦 因為呢其實我是一個幾自卑的人來的 經常都覺得自己呢好像沒什麼做過那些什麼 沒什麼影響力的那樣 那所以呢我就想寫下 究竟呢我真的呢有做過那些什麼啦 自己呢都可以欣賞一下自己這樣 那這個呢就是我暫時的EA Setup啦 那你都可以留言告訴我 這些版面呢有沒有inspire到你呢 去寫你的bullet journal啦 那我都會定期update一下一些flip through 給大家看一下呢我用的過程 和中間呢我的版面是怎樣的 第三本手帳呢就是這一本 迪夢奇的1920學年誌啦 那其實呢我都沒有很仔細地說過它的 它呢就是前面呢有月間啦 印刷得很漂亮的 後面呢就有週間 每天呢都是有 由7點到晚上7點啦 而且呢可以寫三個to do list的 那我就覺得呢 這個介面呢其實挺適合一些 要很定期地去到規劃自己的時間表的人的 那畫這一種的時間表的方式呢 其實都沒有什麼特別的啦 不過呢我就會每個星期可能選兩三個顏色啦 我會把我大概一些不同的工作去分類 那呢用不同的顏色來表示 那整個版面看起來呢就不會那麼悶啦 又或者呢有時候呢 我都會用一些印章去點綴一下這個版面的 那最後想跟大家分享的呢就是這一本 手像聖經啦 那我之前呢在開箱那裏呢都有分享過的啦 那這一本手像聖經呢也都是我今年每日常使用的啦 還有呢都是會想跟大家分享的 那呢我就會在 它那個版面那裏呢去試一下畫東西啦 那之前呢我都試過做過一些pen test 但是呢我就發現其實它都不是一些非常可以用到很多種顏色的紙質啦 始終呢它的紙質呢都是比較薄啦 那所以呢可能用拼貼啦 或者印章啦 或者木顏色呢會比較多的 那這一個呢就是我第一次嘗試的成果啦 那這一句的聖經呢就是一句我最近經常在想的聖經 就是說呢各人要看別人被自己強 那我畫了這個圈圈呢就是一粒一粒粉圓啦 它們呢就每一粒呢都會見到其他人被自己厲害的地方 那呢而它們是一個同心圓啦 所以呢每一個人呢都可以被肯定 那希望呢大家都會喜歡這一類的分享啦 很多朋友跟我說呢寫手像呢很高門檻啦 要很多文句啦又很花時間 但其實呢只要用對方法的話呢 幾支筆幾粒印章呢都可以做到很豐富的版面的 那所以呢希望2020年大家都會 enjoy寫手像的過程啦 如果有什麼問題呢都可以留言問我的 我全部都會看 或者在IG那裡跟我聊天都是可以的 我們下次再見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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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咦